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韭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蔬菜 含有丰富的铁、钾、维生素A、维生素C、蔬纤维等营养成分 今天就用韭菜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养生美食 营养又美味,做法很简单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韭菜放入盆子里 然后往韭菜里面浇适量的清水 水能没过韭菜就可以 接着往里面浇一勺食用键 我们在洗韭菜的时候加键 能够有效的去煮韭菜上面的农药残留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健康,放心 把韭菜放在减水里浸泡10分钟 下面准备几块豆腐干放入碗中 浇适量的清水 把豆腐干清洗干净 豆腐干是豆腐的再加工制品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元素 是一种老少接益的食材 平时我们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豆腐干 对身体特别好 洗好以后把控水捞出 再把豆腐干切成小条 尽量切的小一些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入味 口感也会更好 全部切好以后放盘子里备用 下面准备三个小米椒 把它切冷圈 如果不喜欢吃辣的 可以把它换成红椒 切好以后放碗里备用 下面再准备几瓣大蒜 把它切冷蒜末 蒜可以稍微多一些 切好先放小碗里 接着往大蒜里加入一大勺生抽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刚烧开的热油 激发出蒜香味和酱香味 用热油把大蒜和生抽酱呛一下 味道非常的香 平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做出来拌面条或者拌凉菜都非常的好吃 拌匀以后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韭菜也已经泡好了 把它清洗一下 把它控水捞出放入另一盆清水里 然后再把韭菜都清洗几遍 这样洗好以后我们的韭菜就非常的干净了 洗好以后捞出来控干水分 我们再把韭菜切成大约三公分左右的长段 切好以后先把它放入大盆子里 接着往韭菜里面加入一小食用油 韭菜中含有大量的水分 而加入食用油可以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 这样可以减少韭菜在烹饪的过程中 营养成分的流失 把它拌匀以后前放一旁备用 现在往锅里浇适量的清水 用大火烧开 然后放入豆腐干焯一下水 豆腐干焯水可以增加它的湿润度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软更好吃 三分钟以后把它控水捞出 放入大碗里 焯过水的豆腐干不用过凉水 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 把它们放一边先凉一会儿 再把韭菜倒入蒸锅中 然后用筷子把韭菜给它铺平 这样可以让韭菜收入更加均匀 盖上盖子蒸两分钟 现在韭菜已经蒸好了 颜色非常的翠绿 这里蒸韭菜的时间不能太长 时间太长韭菜就会发软 我们先把它盛出来 放入盘子里 为了减少营养的流失 蒸过的韭菜我们不用过凉水 用筷子把它包开一些 这样韭菜就凉得比较快 不会被烫得特别软 豆腐干凉了以后 把生抽和大蒜加进来 再把小米椒加进来 加入一小湿盐 一勺白糖提鲜 然后把它们拌匀 豆腐干不容易入味 先把豆腐干拌一下 酱香的味道才会比较充足 好吃 拌好以后再把韭菜放进来 接着加入一勺香油增加香味 再把它们一起搅拌均匀 吃韭菜的时候我们不用加醋 因为韭菜里面含有胡萝卜素 一加醋就会破坏韭菜中的胡萝卜素 造成营养的流失 拌好以后装入盘中 最大用韭菜和豆腐干 做的养生美食就做好了 颜色搭配特别美观 一看就非常有食欲 这样做的韭菜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营养 颜色绿绿 吃起来口感脆嫩 里面的豆腐干非常的营养 提前拌了一下 吃起来特别的入味 韭菜和香肝这样搭配起来吃 既营养又美味 而且老少介意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懂得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